将来我们说说这个生姜 生姜是咱们中国人餐桌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它可以去腥提鲜好东西 不过说起来 这个姜的种植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看从正月里边育苗到十月份才能丰收 这个可以说姜农一年到头都是一直在忙活着的 唯方昌乐的李大爷给我们打来求助电话 他说十月底终于是迎来了他们生姜的大丰收 可是没想到的是啊 却遇到了滞销的难题 看大脚多么厚 就是价格便宜点 唯方是桥关镇更加关庄村 有点是要的 是要是要没叫我少咱来来 金秋十月到了生姜成熟的季节 桥关镇更加关庄村 今年种了两三百亩江 趁着这几天不下雨 村民赶紧到地里忙活着收江 村民李善一家今年种了十亩 一亩地的产量就有一万多斤 可是丰收在即老人家却愁眉不展 我娘娘水蒸的短了 今天春年时候还有小狗里 现在这个情况是没有人来收嘛 来得很少他刚挑挑 那就是先本来这么好的蒸 今天先不喝呢 压家了就是压你了 刘大婶说 耿家关庄村多年来一直种植玉米和小麦 前几年看着周边村镇有人种姜 收益比较高 他们也慢慢开始学着种姜 因为去年姜价很高 所以今年村民们种姜的面积 逐渐多了起来 达到两百多亩 同村的耿大一家今年种了十三五江 因为行情不好 好几天前他就在张罗着卖江 今天终于有人上门收江了 可是价格却不尽人意 按照母产一万三千斤来算 三毛钱一斤 一亩地卖不到四千块钱 因为前一段下雨 今年收江本来就晚了接近半个月 如今已经到了双降节气 江奴们都非常担心生姜受冻 江奴们一般都会挖一个存江的井 但是存储能力有限 只能存上一亩姜的产量 往年他们比较依赖于 每年来村里收江的客商 那么今年客商为啥这么少了呢 今年为什么来达江湾这么少呀 今年都大风俗呢 哪里有这些药 今天就种的多是吧 是是 整的太多了 那都上哪儿收江去啊 河北我觉得都很便宜的 今天在那边便宜好久没 河北多少钱一斤 一块钱三斤毛的 你在这收多少钱一斤 五毛的钱 今天里头就要四毛钱 好 江湾太多了 好 江湾四毛钱 刚才大爷告诉我说 这个维坊市昌乐县乔关镇呢 是有十几个村庄都是种江 而且都种了这个六七年了 那刚才我也转了一圈 不只是李大爷家这个江 出现了滞销的情况 附近农户都告诉我们说 今年这个江不好卖 而且价格很低 那我们看今年这个江呢 质量是不错 而且产量是非常好 但是呢就是卖不出去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 这个爱心企业 能看到我们的新闻的话 能到咱这个桥关镇来收江 来帮村民解解燃眉之急 回去我再帮你就是问一问 然后我们也把这个情况 反映给咱镇上 行吧 先别着急 咱这个江先正常收着 特派员从上乐县 桥关镇镇政府了解到 目前桥关镇生姜种植面积 有2200亩左右 因为不是生姜主产区 加上今年外地生姜大丰收 所以今年镇上的往来客商不多 因为前年的时候 中江收益很高 今年吧 就是这个新增了很多的 中江的这个群众 这样吧 总体的它这个需求 这个需求 供用量大于需求量 在一个外贸出口啊 要受质疑 受限一点 我可以通过 一些这个渠道吧 联系一下 存储的 或者对外销售的 来帮助他们销售 能给全众节奏 大家快点来解决 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前 我们了解到 当地的镇政府呢 已经先是联系了 一批爱心企业 收购了一部分 姜农手里的生姜 那其余的部分呢 他们还在想办法 陆续的去销售 我们先给镇政府 他们的积极主动点个赞 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大家有大批量 收购生姜的需求的话呢 您可以去昌乐县 乔关镇去收购 这也算是帮助咱们的 姜农们解决燃眉之急